Hello大家好,我是魔术飞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魔术见面的是 小火变魔术 飞哥的魔术 注意自己看 瞬间手掌里面出现了一只鸽子 全场的观众给他热烈的掌声 我们来接下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个火棒 不可思议就在这一瞬间 轻轻磨他一下 瞬间又出现了一只鸽子 真的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这也是从小困惑我的一个魔术 我们可以看到又一只鸽子出现在舞台上面 哦,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接下来小火手里拿着一个丝巾 注意自己看 白色的丝巾拿手里没有任何问题 白色变成红色 你们发现白色的丝巾变成红色 瞬间瞬间 第二只第三只鸽子又出现在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魔术 非常非常的神奇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最后一只鸽子也出现了 那变鸽子魔术究竟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真的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 揭秘一下这个魔术背后的秘密 其实啊 首先呢 表演这个魔术呢 都是用到了非常非常细的引线 这个线呢 白色和黑色 根据你现场表演穿着的衣服而定 如果你是黑色的衣服的话 那用的线呢 当然是黑色的 如果你是白色的衣服的话 那用的线是白色的 接下来呢 需要放一个鸽子的 叫做鸽香 也叫做鸽带 专门呢 用于放鸽子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两个鸽带 那鸽带呢 可以放置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地方 可以根据你现场真实表演 那其实这个鸽带呢 可以打开来 然后两边呢 分别有一个配件 这个配件呢 就是连接着刚才给大家展示出来的引线 相配合使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鸽带的周围呢 大小呢 应该是可以融下一只完整的鸽子 周围呢 是密封的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空间非常大 两边有一个红线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需要用个白色的白条 在鸽子 在鸽子的身上呢 注意 一定是在翅膀羽毛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在羽毛的下方一定要黏住 但是呢 因为用的是白布嘛 所以基本上观众在舞台非常非常远的距离下的话 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们可以从正面呢 完全是看不到的 就像穿在里面的隐形的背衣 小夹心 那接下来呢 鸽子就可以 我们可以发现呢 鸽子脚上呢 有两根线 这时候呢 我们用刚才准备好的 鸽带 或者这样纸卡片 把鸽子呢 包进去 那我用纸卡片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真正表演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使用的鸽带 这时候呢 再把鸽子放进这个袋子里面 那再放到自己的袖管里面 或者衣服里面 就可以了 那真正表演这种魔术的时候 转身 一回头 直接把它拉动出来 就可以完全的 把鸽子 有没有发现 瞬间跑到了自己手里 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呢 记得转发给周围更多的朋友